大家好,我是OK仔 國際新聞,有什麼要跟大家分享呢? 喂,特朗普這個槍擊事件呢 有人就找了 當然是20歲的一個疑兇 那究竟誰是主使 為什麼他可以這麼近 這麼近距離開槍 是不是真的有內鬼呢? 現在呢 有情報竟然涉及一宗 有預謀 有人指使的暗殺事件 哇,真是精彩過氣了 另外也會說 韓國首爾也出現了特大暴雨 又八年一遇? 不是吧? 全市進入防禦狀態 另外,曼谷那宗毒殺案 之前也說槍擊案 現在FBI也介入調查了 真的懷疑是落毒殺人事件 之前提到俄羅斯能源部長官員 去下塔Gran Hayat 是嗎?是Hayat酒店 會不會有些關係呢? 這個真的一起研究一下 請大家給個讚支持一下 好 韓國首爾跟內地河南那些地方 都一樣下大雨 有沒有這麼誇張呢? 說到暴雨如景 全市進入防禦狀態 韓國大雨起上來 都可以很誇張的 又記得 之前見過一次 韓國是不是? 浸得真的很誇張 但是這些人真的是百年一遇 我們經常見過那些 就是百年一遇 五百年一遇 因為每次下雨都好像很禁 人家南韓方面 不是經常下很強勁下大雨 是很嚴重的地方 想不到他們現在都要發出這些暴雨警告 根據韓聯社報導 韓國氣象廳對他們的首爾市發佈這個暴雨預警 他說3小時內會有90毫米以上 或者180毫米以上的暴雨 他呼籲大家儘量少點外出 在河邊更加要注意安全 不過話說回來 那些暴雨好像很像蛇龜 我看起來就好像感覺上跟香港 黃雨一樣 不過有時候黃雨也很厲害 別人的地方不是經常下大雨 一來 就做一場雨比較大 他們都覺得已經很誇張 所以標準也很不一樣 感覺上 不過也是告訴大家 極端天氣的問題 另外說到南韓 也要研究北韓 看到波波現在飛來飛去 玩波波戰爭 也因為脫北者 他們散發了宣傳單張 看到金正恩的妹妹 金宇正就生氣了 哇!很生氣 很憤怒 你竟然在那裡散播韓劇過來 我要看新的可以不可以 你給零幾年的 我這樣是不是 很生氣 他警告說南韓要再做好 做沉重代價的準備 為什麼呢? 金正恩透過官媒 潮中社發表說 內容提及到北韓南部 國境和一些深入的區域 再次出現南韓飛過來的29個大型氣球 由專門機關展開搜索 消除和銷毀行動 金宇正也警告 南韓的敗類和幼稚 悲劣的行径仍然繼續 北韓不得不改變應對方式 究竟是不是 再飛過來 吐一支導彈過去 打他們的波波 嚇一嚇他們 其實可能會 發炮 對他們的波發炮 你以為他對南韓攻擊 然後很緊張 沒有想法 他就飛了一些波波 我直接打爛他 直接摧毀他 會不會到時候 變成兩邊都在互相發炮呢? 真的 挺嚴重 不希望發生這些事情 因為北韓方面 可以做到很絕的 現在看到這些所謂的波波 就弄到大龍 兩邊的關係都是比較緊張 當然 這個也能估計到 接下來 就算特朗普上場也好 他可不可以改變一下局勢呢? 都要 希望可以緩和 不過我覺得也要看看 這個 南韓方面他們自己的看法 有些人會說 沒有的 如果美國自己本身也想著 要站硬的話 南韓哪有得軟弱呢? 但是反過來 如果美國的態度是比較曖昧 甚至乎 希望求平穩的話 南韓方面 硬也硬不起 這個也挺被動的 因為其實 記得 金正恩和特朗普之前 算是朋友 打拼 有辦法談 也都是 近 我不要說是史上的 近幾十年 首次 可以一個 美國總統 促城兩邊 很朋友 局勢也挺好 拜登上了一場之後 你會看到 現在這樣的環境 接下來 特朗普 會不會再可以 幫拜登 撿市 這個也可能 要再留待去研究 但是 美國傳媒就說 美國考慮 對中國的晶片 實施更加嚴厲的 貿易規則 怎樣 不讓中國去 再拿一些 高端晶片 不可以自主研發 但是之前 有些專家警告 迫得太盡 勢必早盡 到最後 真的他們自己 自主研發出來的時候 不需要靠你 你一樣 你就算怎樣制裁都沒有用 有美國的傳媒引述 就說拜登政府 已經告知盟國 如果包括東京電子公司 和荷蘭光刻機巨頭 阿斯麥公司 他們的在內公司 繼續向中國提供 先進的半導體技術 就說 美國政府 會考慮對中國 實施最嚴厲的貿易限制 好了 根據彭博社的知情人士透露 美國正在考慮一項措施 指名為外國直接 產品規則的措施 這個 會不會導致所有不讓 即是叫出呢 甚至乎 你出 我直接封你 甚至乎罰他這些大公司 那這個就 不知道了 但是你看到 拜登在這方面 要賺到一些支持度 也是一個問號 但是有人就說 拜登不要想了 他沒有行的了 但是拜登又覺得自己很健康 他說 他自己只有健康問題才退選 這樣 不用了 沒所謂 你健不健康 你有沒有問題也好 退不退也沒所謂 你都輸定了 是啊 有加州民主黨的眾議員 希夫 就在紐約舉行私人 籌款活動上面 警告金主 他說如果拜登繼續參選 他不僅會輸給特朗普 更加會拖累其他民主黨的候選人 更加會導致民主黨 失去參議院的控制權 錯失重疊眾議院控制權的機會 更加認為拜登勝出機會渺茫 應該集中時間火力 在下一個候選人身上 為民主黨挽回一些好處 是啊 其實現在你悶不悶都死了 你民主黨老實 你也不知道怎麼好 其實這一場 所謂的總統選戰 就是這顆子彈 當然網上繼續在研究 那個彈道 特朗普本來就在右邊的耳朵 然後打穿耳朵 就飛進後腦 幸好他剛剛再另一 那整個子彈的軌跡 就真的打不中了 剛剛好 有時候 這些拍戲都沒有那麼準 或者沒有那麼厲害 所以歸咬 將這些 大家覺得超自然的東西 就變成了 有些好像是宗教論 神跡論 無論如何都好 這些都是 估計的 拜登心想 分分鐘 連天都坐著特朗普 其實 這個沒有必要的 感覺上好像沒有必要的選舉 形成 但是也不是的 正所謂做戲做全套 你也要找人派出來 跟他困惑 可能你怎麼知道 會不會可能 一個多兩個月後 突然有些大事發生 你不知道 這個其實沒有人估計得到 所以我自己覺得 又不需要那麼灰心 有些拜登的支持者 好了 說到特朗普 特朗普這場槍擊案 當中看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這位二十歲的年輕人 為什麼要去殺他呢 這個也是成迷 說到他之前 他在學校裡面 那些槍法很差 那些同學叫他不要去 不要再上課了 太差了 不知道是不是歪炮 變成芝加哥殺手 專殺自己有 那麼嚴重的槍法 有人說 所以特朗普就很幸運了 如果你遇到一個神槍手 就已經吱吱了 但是如果你看回那些 膽道軌跡 各樣那樣 其實他真的 真是很幸運 特朗普很幸運 他不動過頭 他就死了 就算不死了 也隨時是很嚴重的事情 當然 有人說他瞄準一點 那就沒事了 但是這件事情 都已經很幸運 就過去了 那裡面背後的 涉及的 何來勇氣呢 這位20歲的槍手 哪裏又給他這麼大勇氣呢 會不會有人主使他呢 要買起特朗普 當然之前 估計會不會是拜登 那些政敵想要殺他 但是 你說 喂 會不會這麼蠢啊 在這個時候 打得死他 其實如果你想想 你說當拜登那邊的陣營 你說當拜登那邊的陣營 想要買起特朗普的話 你會不會 找一個20歲 本身的槍法 這麼糟糕的人去搞他 你博很幸運 是不是 你跟買大勢有什麼分別 一旦打不中 那他... 是的 你想想 一旦打不中 特朗普就變成英雄 打中了特朗普 就變成烈士 你想想 他怎麼都是有好處的 其實你按道理 你怎麼計算這條數 民主黨不會做這些事情 所以你說 那些陰謀論 我又不太相信 好了 但是說到特勤局 原來幾個星期之前 接駁伊朗企圖 暗殺特朗普的情報 就是以為伊朗賣起特朗普 這個引起大家關注 為什麼伊朗要賣起特朗普呢? 他還沒有選的 只是候選人 可能他一個屈尾十選不到 是不是? 你搞正他 就所謂搞正他 搞正特朗普很多時候 不用這個時候搞他 為什麼會不會是這個槍手 原來收了伊朗的錢呢? 那一齊跟大家看看 那個報道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就引述多名聽過簡報的人士指出 原來美國當局原來在幾個星期前 已經收到一個線人的情報 就說伊朗企圖暗殺特朗普 就使得特勤局提高對特朗普的保安程度 喂 這樣叫做提高了? 不是吧? 開玩笑吧? 可能被人收藏了 也不奇怪 周邊的人 但是沒有跡象顯示 他就說伊朗的計劃 跟日前賓夕法尼亞州舉行的行刺案 有關聯 一個國安官員對CNN的報道 就說在13日造勢大會之前 其實國安部已經知道 已經跟特朗普的競選陣營說了 伊朗打算打他 整個國家把你的特朗普抄襲起來 他真是何德何能 一個國家要派人暗殺你 要買起你一個人 你也算是有這樣的能耐 要給你面子 官員又說 國家安全委員會直接聯繫特勤局的高層 就確保他們繼續追蹤最新的情報 當然啦 為何伊朗要打敗特朗普 是不是真的有這個深仇舊幸呢? 伊朗常駐聯合國代表團 就否認伊朗暗殺特朗普 當然不認了 神經病 現在你說我嗎? 你們自己的國民拿著AR-15 不亂打敗 你不想想你們國家的槍是問題 你屈我 其實現在也不只是神是鬼 你想想伊朗現在在以色列 雖然冷靜下來 在以色列層面上 但是 話說回來 如果 你被美國屈得入的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美國會把你借 真的 發言人說 這些根本是毫無根據的指控 更加說到伊朗認為特朗普 是一個普通的罪犯 是不是? 但是說 因為他之前曾經下令 暗殺伊朗革命隊領袖 蘇雷曼尼 需要受到法庭判決和懲罰 就說伊朗就算多憎恨他 我們都會從法律上解決他 就不會找人拿一枝槍射他 還要找一個這麼差的人 真是笑死人 好了 那當然 會不會真的叫做報復呢 當然就不知道了 但是 感覺上 其實特朗普也真的得罪人多 我看到一些分析指出 特朗普經過這件事之後 都已經有點變了 無論他的言語 或者他的 接下來的決定、政綱 甚至乎他真的能夠做到 在新一任的美國總統之後 他未必能 未必好像會再是上一屆的特朗普 他不會再那麼瘋 他不會再那麼強硬 不會再到處辣火頭 不會再到處去... 動不動 我就不理你了 那種強硬的姿態 但是可能會有一個微妙的變化 就源於這個子彈的擦過事件 為什麼呢? 因為他始終... 有人就說 你始終真的從這個死神身邊擦過 經歷過... 用中國人說的那種方法就是 你半隻腳踏進鬼門關了 真的 你很幸運 天不想你死 但是這次是屬於警告你 你跟西方的信上帝信耶穌 可能耶穌或者上帝 要你選這個總統 要你做這個總統 但是也同時間警告你 你不要再亂來 如果不是下次那顆子彈 就不在他耳朵過 就隨時在頭頂裡面過 這件事情可能 令到他自己都明白到 幾十歲的人 之前大大聲而已 有錢有成的 但是在遇到自己的命 受到威脅的那一刻 我相信這個 不是那麼多人感受得到的 你想想 如果突然有一顆子彈 就飛過 你不嚇到賴了 他算是這樣的 所以有人分析 接下來可能要研判 究竟 接下來美國 那個特朗普 特朗普是怎樣 帶領美國 如果他做了選 總統的話 會有一個新的微妙的改變 也不奇怪 但是我覺得 微妙還微妙 但是他有些基本的 都不會改變得太多 我估計 當然 現在還是猜 儘管看看他是不是真的選到 另外也說萬局那件事 這件事是曲折離奇 我昨天報新聞的時候也說 哇 不是那麼簡單 是落毒的 這件事是暗殺 幾分鐘 這件事件 連美國聯邦調查局也介入調查 看來情況也... 是不是FBI也要出動呢? 這件事有點鬼 這件事 因為 因為 泰國總理蔡塔接受傳媒訪問的時候 他說 美國聯邦調查局已經介入了這件事件的調查 因為這件事件 包括四名越南人和兩名越南裔美國人 這件事件 真是古靈精怪 有人說一定是有些奇奇怪怪事件 這件事件 警方暫時指出 死亡最少24小時 這件事件 因為這件事件更加曲折離奇 就是原先有人發現 這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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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們訂了的房間 應該是七個人的 七個人的 那更加 只有六個人出事 那還有一個人在哪裡呢? 這也是一個謎團 看回警方 他們找到暫時的資料 在16日下午的5時多 他們接了報案 有一名酒店員工 在酒店5樓房間裡 發現了三男 三女 六名死者 房間內部全部上鎖 估計他們至少死了24小時 現場沒有打鬥 搶劫痕跡 判斷不涉及自殘 應該是有人造成這個事件 更加警方在房間中發現了食物 但是很容易保鮮紙封好 就好像沒有移動過 但是有六個杯就好像被人用過 而且杯底就發現了 某些粉末 死者介乎三十七到五十六歲 屍體嘔白抱 懷疑是青化物中毒事件 好了 警方初步調查 原來一開始說七人入住 五間房間 究竟第七個人在哪裡呢? 不知道 因為原來部分人在五樓 原定十六號退房 另外有人入住七樓 原定十五號退房 但是沒有做到 但在酒店畫面看到他們已經收拾好行李了 這件事件 因為其實都很緊張 怕影響到旅遊業 也很嚴重 也很嚴重 有警察就發現 懷疑應該是債務糾紛 債務糾紛 會不會是呢? 一次過拿了六個人的名字 這麼複雜 這麼曲折離奇 但是無論如何 要有待去研究 會不會有些特務去殺人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 泰國方面會更加害怕 你的旅遊業會更加重大打擊 一定啦 如果是特務 如果是的話 你不拿命 另外也要看看其他新聞 先說說 在越南有一間韓式燒烤店 煤氣爆炸 七人燒傷 車炸到變形 嚇死人啊 事件在越南北部 其中一間即將開幕的韓式燒烤店 門口就是重災區 突然間 巨大火球從門口噴出 整幅玻璃炸到散了 玻璃碎片飛到對面馬路 門前那把大型太陽枝 直接沒有了 真是恐怖 為什麼會這樣呢? 會不會是漏煤氣呢? 裝修的時候 可能 鑿穿了一條喉 總之這些事情 還是要小心謹慎 另外也說說 東京有高中生吃了一些超辣薯片 寫著18禁薯片 想著過癮 辣到癢 真的餵得痛 有些不是的 挑戰 是有刺激 於是出了事 有14個人就不舒服送丸 不要亂吃這些東西 不要挑戰自己 隨時餵到損 有什麼事起上來就麻煩了 另外也要看看威尼斯 想著搞這個入城費 是不是? 他這個試行費 足足足 試了29天 厲害 說收錢想著少些人去 不少 竟然是不少收入 一共一個月左右的時間 收多了1900萬港幣 哇 每一個人只收40元 就是40元 你想想 每一共40元都可以賺到一千多萬 證明不少遊客進去 有遊客一定會吸引到人才可以收這些錢 沒有的話你怎麼收呢 另外加州迪士尼樂園面臨大規模罷工 有14000名員工不滿薪酬待遇 哎呀 那為什麼到時候會不會沒有東西看呢 說到說 這次選擇罷工的員工包括迪士尼樂園 迪士尼加州冒險樂園 迪士尼市中心特區 以及迪士尼酒店等四大主要度假區 以及主題樂園的設備操作員 商店店員 餐飲服務人員 售票員 電車司機 以及表演的演員 哇 到時候如果 大家在加州 打算去迪士尼樂園玩的時候 隨時可能要看看 會不會突然人家罷工 就跟著沒有東西看 另外說一下 加拿大多倫多 連續受到三場風暴影響 破了落雨紀錄 哇 他們都水浸好像一條河一樣 暴雨成災引發洪水道路被浸 民眾車輛間水移行 亦有司機被困高速公路上 超過16萬人停電 氣場學家指出 這麼強勁的暴雨 短短短 在三個小時裡已經下足 量等同一個月的降雨量 這些還不是極端天氣 多倫多水電公司說 這一場風暴 導致超過16萬戶停電 挺恐怖的 所以你說現在去哪裏也好 都可能會遇到這些天 突然之間下大雨 突然之間很熱 周圍都有 無分理我 最後說一下 印度有夫婦 竟然在火車橋上拍照 你真是想死 火車橋啊 這裡不是人走的地方 他拍到很high 繼續拍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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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之間火車殺到 差點撞 他竟然選擇 又一條橋橋跳下去 谷底 神經病 真是白癡 那是27米深 你走的拍照很開心 真是 所以說他這些事 真的不要亂來 隨時死人 現在很重傷 今集到這裡 下次再說 拜拜